當然對今次中資大族的動議辯論投票結果是失望的 其實你看到因為分組點票 其實如果不是分組點票 其實支持這個動議的議員是有34位 而反對只不過是33位 如果不是分組點票底下這個動議是已經過了 我也覺得為什麼經民聯對這個印花稅條例諸多批評的時候 竟然昨天是支持了我在法國委員會裏面的動議 今天反過來就說我要繼續二讀和三讀不明其解 但我覺得這件事並不是說是說印花稅條例的內容的問題 而是我們香港的法治我們的核心價值 所以我是先正提出這個中止代族的動議 多謝各位 thermal事宣布 Palmer現代族 根據說他們從來看法olar的歓動 僅僅33人承諾 但當然,在一個很坦白的系統 在兩國合法中的選項 我失去選項 我要看看究竟二讀 在三讀中 之前那個修訂的草案 十幾個草案究竟是過了 我才可以想想它怎樣 所以現在政府數字是幾分 很多同事都在地看究竟 無論是國民議員修訂案 或是創委委員會整體提到修訂案 是誰會過得到的 我們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 還有一個判算 是為了要更何凡 無論是什麼 能夠沒有 因此